过去了一些日子 这阵子呢我也注意到 有一些这个 不同的 观点呢开始进行 碰撞 其实呢我呢可能在明天晚上呢会连线一下 李伟峰 我也想了一些选题 我想请这样的李伟峰 这样的专业人士呢来进行一些回答 比如说呢 第一个问题就中国足球现在到底是什么水平 这个很重要 因为 你都如果不能够有一个自身的定位 那你很多的判断就是错的 所以我先问大头 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中国队现在是什么水平 比如说在亚洲范围之内 到底是什么水平 跟日韩伊沙澳相比 还是说跟阿联酋 卡塔尔 这个 类似于这个伊拉克 这些相比 还是说跟叙利亚 黎伯嫩越南 马来西亚 还是跟关岛 这个 马尔代夫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队到底是什么水平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中国队为什么这四十多年来 就打进过一次世界杯 这到底具体难在哪 这个问题呢 就是和另外一个问题是相对应的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那么 你认为中国队2001年 就是米卢 为什么能够带你们打进世界杯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关联的 那显然呢 就是米卢 无论是他做到的 还是说他手上拥有的 是之前或者之后 很多的教练是没有做到的 或者手上没有拥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的 就是中国人目前来讲 到底踢什么样的足球 是最合适的 就是他理想当中的 中国足球的样子是什么 还有第四个问题 就是说你认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可以当国家队的主教练 大概其实这四个问题 当然了如果在拓展 那么我想请李伟峰谈一下 就说在你眼里 那么中国足球 现在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这么五个问题 围绕着这五个问题 然后我跟李伟峰呢 来做一个对话 好吧 其实呢我也注意到呢 就是 就是此时此刻呢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 媒体领域啊 就所谓的这种 互联网的领域里边 他有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 新的一些动向 你比如呢 就说论流量的话呢 我做博客的时候 我就是全世界 第一个个人体育博客 流量过一千万的 有人说你是不是吹牛呢 来现在打开百度去搜 懂路 博客 一千万去搜一下 英国路透社报道 也就是说 我在2005年 06年 哎不 博客是200几年呢 博客应该是2005年 06年大概齐吧 我就是流量 那个时候可能很多 就黑粉啊 还小 还小 那么后来就博客时代 那么博客时代呢 我曾经很长的时间 跟韩寒 徐敬蕾 李冰冰 包括什么潘人嘛 现在已经跑了 据说 那么我们这些呢 一度以来 一直是新浪博客的前十名 这个你可以去喂 好吧 后来呢 就有了 这个微博 那么微博现在的粉丝呢 是1900多万 对吧 后来呢 有了一直播 一直播呢 在下叫一只王 就在直播领域 我一直是顶流 后来呢 又有了这个 微家 微家现在 我是全新浪网 第二名 第一名是教人怎么挣钱的 第二名是我 会员不多 一万五千人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不蹭流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流量 我不用蹭流量 因为我本身就是流量 我可以讲是很多的 中国的 这个足球的自媒体的 衣食父母 那么这一次 由于国族的情形呢 我又变成了 他们的 可以讲 就是生生父母都差不多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除了骂李铁 你也骂不出花来 对吧 你除了捧 规划球员 你也捧不出花来 另外呢 规划球员最后一场 评分 洛国富的对低 也不好捧了 对吧 吴磊那边都雅图联州最佳了 那只有什么呢 另外一个流量密码 就是骂我 骂我有流量 骂我有流量 所以我是他们的 衣食父母 有人说 我是不是清训教父 没有 没有 我从来没有自诩过 我也不接受 什么清训教父 我差远了 但是我是中国的 足球自媒体的养父 这是肯定的 各种各样的蹭 各种各样的蹭 知道吧 因为他想戒人 他觉得我要倒了 觉得那么多人骂我 其实你说句老实话 我真不在乎多少人骂我 我在乎什么人骂我 我说过很多遍了 我在乎什么人支持我 和什么人反对我 我不在乎这个数量 我不在乎这个数量 你要说是数量 那最早 全世界的人都认为 地球是平面 是吧 没有人认为是圆的 所以人多没用 你在中国 什么事人一多准乱 股市人多 赚钱多少 对吗 所以不要老拿人多说事 老人问我 那那么多人骂你 难道错了吗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自己想 你自己去想 对吗 所以有一些人呢 开始啊 有点 就是有点没脸的蹭流量 这就没劲了 好吗 但是我也不想啊 再回应他 因为我一回应呢 就变成了 我帮他又收割了一波流量 那何必呢 你说呢 我现在唯一愿意提的 就是成黑嘴 明白吗 就是成老师 我愿意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拿当猴耍 知道吗 而且这人呢 他没有底线 所以咱们一起来 成黑嘴之歌 成老师 大黑嘴 一口蓝牙 八字美 胡说八道 八人黑 是一角凌空 养了八衣堆 是牛皮追的 满天飞 成老师 大黑嘴 一口蓝牙 八字美 是人不人 赖吗 鬼不鬼 是招摇 火中 那神有点亏 是没有底线 数百类 成老师 大黑嘴 一口蓝牙 八字美 是胡说八道 八人黑 是一角凌空 养了八衣堆 是牛皮追的 满天飞 成老师 大黑嘴 一口蓝牙 八字美 是胡说八道 八人黑 是人不人 赖吗 鬼不鬼 是招摇 火中 神有鬼 是没有底线 吗 数百类 啊 我愿意啊 聊程老师 明白了吗 因为什么呢 因为程老师 现在流量都给他弄进去了 原来也就大概个几百人 几千人 一上千人 讲三十六计 没人听 后来我现在给他弄了八万多人了 是吧 所以他 已经是既得利益了 所以他得管我叫养父 所以呢 我拿他打查 对吧 因为他这个底线非常低 老百姓啊 很快就能识破他 因为这根本就不懂足球 他也不爱足球 他是纯纯的蹭流量 还有一些个自媒体 我就不搭理 明白了吗 过分的 我就给他发律师函 他想让我回应他一句 没门 我当个屁就给他放了 明白了吗 撒泼打滚了 这个我见多了 是吧 他以为他挺牛逼的 我都不认识他是谁 我都不认识他 你明白吗 他以为他又有点粉丝了 好像觉得 自己也在这圈里面 也算个人了 你就歇了吧 好吗 别闹了 行吗 插着行是这呢 别蹭了 好吗 好 那我今儿呢 我跟这个 抖音上的这个黑粉 因为渐渐的 大家都明白了 对吧 但凡有点脑子的 这事过去了 然后仔细一分析 冷静一看 很多事情就 有一些 就豁然开朗了 对不对 有一些豁然开朗了 但是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这一次的 中国的这个 舆论媒体 对于国族 和对于李铁的 这种攻击 其实是史无前例的 不仅我这个 我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 1994年 就开始做足球的报道 我采访过 很多届国家队 我也感受过 中国的这个舆论 对于国家队 国家队主教练的 这种批评啊 或者是这种 这种不认可呀 等等 这太多了 但是这一次 真的是让我吃惊 让我吃惊 不仅让我吃惊了 让这个 一直在西班牙 得有二十来年的 这个毕严 毕总 也觉得是 全世界都没有 因为他走过 全世界 九十多个国家 他一直是 开始做足球记者 后来做足球产业 对吧 他没 他没见过这个 因为什么呢 就是 他狠了 这一次就太狠了 就不把他弄死 不行 就让我感到 毛骨悚然的一种 一种狠 就有一股 一股力量 就我感觉 就按说不至于这样 对吧 尤其是这些 这个所谓的质疑 又是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的 对吧 你比方说 中国队到底是 应该攻出去 还是守 中国队应该是 五三二 还是五四一 中国队是不是 就是这个球员 具不具备 这个首发的能力 这些呢 按说都是专业的问题 都是专业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是 涉及到人品的问题 但是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一下就 就非得把人弄死 不弄死不行 所以这一点呢 其实是挺 挺让人震惊的 这个 冰岩老师 没吃拉面吧 对吧 没收到我拉面吧 不是李铁的经纪人吧 对吧 跟李铁 没什么 拜靶子吧 按说没有什么阴谋吧 没有什么利益吧 对不对 他也表达这个意思 跟我想的真是一模一样 我为什么比较激烈的来反对了球盲 是因为我其实不是跟球盲说的 因为我知道球盲的开化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老有人觉得自己啊 特别懂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那天晚上我也举了 来吧 咱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不是都喜欢听歌 我相信大多数人喜欢听 第二一个 在座的各位 你一定有你喜欢的歌手 对吗 好 你觉得谁唱的好 谁唱的不好 对吧 比如说我是歌手 或者是什么蒙面歌王 或者是什么 什么 什么 音乐的这种选秀的节目 超女你都有你自己认为她唱的好的地方 对吗 或者某首歌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 是不是 你觉得你懂音乐吗 你一定说我懂 为什么呢 你都能分清楚谁唱的好 谁不唱唱的不好 你都有觉得这个音乐好听 那个音乐不好听 那你应该是懂音乐的 对不对 好嘞 来 告诉我这是什么和弦 是什么和弦呢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和弦呢 这是什么和弦呢 有C的 有G的 AM E EM AM H BM C DM 你看 很多人都说 你看 有一些人呢 懵了 懵了 他都不知道ABCDEFG什么意思 对吧 有一些人呢 开始来说出自己的这个答案 是吧 但是呢 正确答案呢 没有几个 没有几个 这应该是个什么和弦呢 啊 声C 所以呢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最简单的 就是你认为你懂音乐 但是你不见得懂和弦 你甚至都听不出来这是什么和弦 这是最简单的 那可能还有和弦的走向 还有和弦的这种这种这种架构 这些东西可能就更复杂 那么与此类比是什么呢 你喜欢足球就像你喜欢音乐 你喜欢哪个歌手就像你喜欢哪个球员 对吧 你喜欢哪个歌好听就像你认为哪个好听是 就是哪个对踢的好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呢 他有很多的专业的东西 你可能觉得说这个歌你要跟人弹和弦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你听都听不出来 你怎么跟人弹和弦呢 你怎么跟人弹和声的走向呢 你弹不出来 就这么简单 这个事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足球呢 跟和声呢 相比呢 足球的技战术 跟和声相比呢 其实是一样的 它都是 这个行业 就或者叫这个专业里面的一些基础的 知识 比如说442 4231 这可能这边就是 可能就是 AM和弦 C和弦 是吧 然后你说 从AM 不是 从这个C调 转调了 转到升C了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什么升发了 转了 那就相当于可能是阵型的某种变化 那么这些呢 是什么呢 这些呢 就是基础的知识 这些东西不是很高深 但是如果你 你不认为 它是个东西 你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不前两天 我发了一个 有一个心理学的效应 对吧 叫达克效应吧 就是达克效应 就是大多数的人呢 第一阶段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 对吧 比方说 小时候 玩着玩着 摸电门了 那么电门呢 是能电人的 很危险 但是小孩呢 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电门危险 他不知道 如果你要知道电门危险 你就不会去摸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就会显得 非常的自信 说电门可以拿 是吧 插销也可以拿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电灯 炮也可以 开着就开始拧 开始坏 他不知道 但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也不能怨孩子 孩子没有经验 也没有人教会他 所以呢 我们呢 从小每一个人都是从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开始去接受 相关的生活知识 还是说相关的 这种文化课知识 所以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 我们就知道 哦 电可以电人 能电死人 所以呢 你不能轻易的去摸电门 这个阶段呢 就到 知道自己不知道 就是我开始知道了 我知道自己啊 我有一些东西是不知道的 那你说电门你知道了 那你可能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呃 开车 对吧 开车 呃 那你说我骑自行车 拐弯的时候 我得把速度降下来 对吧 你要速度不降下来 那你这速度快拐 就扔出去了 离心力就扔出去了 哎 可能摔了两跤 知道了 原来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自己知道 啊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这个事 那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 知道自己不知道 知道自己有好多不知道 不知道微积分 啊 不知道这个化学的配评 是吧 不知道什么是 呃 历史 不知道什么是地理 知道自己不知道 怎么办呢 学 学 这是 这是第二个过程 那么坦白说呢 足球呢 它是一个专业 在这个专业里边呢 其实 很多人 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专业 他认为自己都知道 那显然是不对的 你比如说 足球比赛里面 攻守平衡 没多少人能讲清 能吗 像今天 这荷兰教练 连线的时候 讲的 整体的移动的 高位逼抢 那这些东西 说句哪儿话 你就是喜欢足球 十五年 二十年 如果你不认真的 去琢磨 你也不知道 但是呢 你要是没有听到这个呢 你就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 所以大多数人呢 就是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 他就认为自己 全知道 可是他全知道 东西呢 又和真正的 应该知道的东西 有很大的差异 这些个人呢 就裹在一起 在互联网上 这种人是最多的 你想想 老有人说 那么多人骂你 你想想 在中国 上网的平均学历 初中 初中啊 然后 他们中的 大中的 他们中的 绝大部分 居然能够 认识统一 并且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你不觉得可怕吗 你自己想一想 含不含糊 你觉得含糊不含糊 有人说足球 比导弹 比研究导弹 简单 可不那样 你研究导弹的专家 也说不出来足球 真正的专业 对吗 就说明 他是隔行如隔山 每一个行业 都有他的规律 但是你说 你要说全中国 所有的人 对导弹 应该怎么设计 火箭应该怎么设计 都有共同的认识 这事你绝对不接受 但是你却愿意接受 中国的绝大多数的网民 对足球 却有着共同的认识 和一致的看法 并且是正确的 你觉得对吗 你觉得对吗 徐亮又哭了 怎么天天哭啊 徐亮怎么这么脆弱啊 所以呢 我想是这样 大多数人呢 都是被带了节奏 都是被带了节奏 我为什么今天我出来 我愿意面对 抖音的这些人 因为我知道在抖音 已经是重灾区 因为抖音的朋友 咱们实话实说 相对来讲呢 文化的教育程度 比较低一点 这都是事实 这东西不是歧视 这是一个事实 This is a fact 那么呢 他们的 那么什么是智慧 智慧是知识加经验 你表你有一些知识 比如说五四五四一 四四二 是吧 攻守转换 攻守平衡 你有一些知识了 但是你没有经验 他谈不上智慧 对吧 老有人说 你昨天晚上解说 你怎么说伊斯科 来了四年呢 我给你解释解释 在我看来啊 我认为呢 伊斯科 我第一感觉 我认为伊斯科来的 绝对不止四年 但是我的什么想法呢 我给你解释解释啊 我不知道这来几年了 但是我觉得 他不止四年 因为我觉得 一般合同是四年一千 我说伊斯科 那么有一个 有天赋的球员 他来到了黄马 他如果要真的超过了四年 相当于他续约了 那么你在黄马 你都踢不上球 你干嘛要续约呢 白白耽误了自己的天赋 所以我就随口问一句 我是来了得有四年了吧 哎 梁祥宇呢 赶紧拿手机搜的 他也不确定 但他有那渠道 那一点 哦来八年了 就这个 要有人过来攻击我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一点一点都不难 就你认为的 特别牛逼的解释员 说张嘴就来 年龄身高 体重 过往经历 曾经是 恨不得是 他爸爸干什么的 他妈妈干什么的 我告诉你 你要成为这样的人 其实不难 你下点功夫就行 你下点功夫 被任何一个高中生 用两年的时间 都能够把主流联赛的 姓氏名谁 包括他的成长经历 包括他效力哪个队 他现在进多少个球 这东西不难 这东西难吗 你告诉我 这东西难吗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 能说出这个东西的 就能够每个月领 两万国家 优秀足球工作者奖金 我告诉你 全中国一千万人 能得这奖金 不难 你背就行了呗 你说呢 只不过就是 你现在背没有力 对吧 你没有力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东西很高深 或者说出来一个东西 你不知道了 你觉得高深了 但那个东西 你能做到 那么我说这些东西呢 你现在暂时做不到 比方你带个队 打个比赛 你做不到 你吹呢 你做不到 为什么 这东西得有实践 你没有实践 你积累不了经验 你积累不了经验 你说说 我 我说 哪个队 说拴条狗 这队也能赢什么的 那扯淡 你不信 你拴一个试试 说我带这个队 也能怎么怎么着 也可能一两场可以 对吧 朱俊也带过队呀 对吧 当年大连万达 这个阵容鼎盛 然后塔瓦雷斯说 我姑妈带他 都能拿冠军 也可能 也可能 但他不是普遍规律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豪门 都是优秀的球员 巴黎 内马尔 雷西 姆巴佩 迪玛尼亚 马尔基尼奥斯 金庞贝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维拉蒂 戈耶 那你说 就是什么 维拉尔杜姆 这么好多 好多 好多球员 他为什么 他不找一个球迷呢 他不要钱 找一球迷 过去指挥去 又省一大笔钱 合着 非得给那波叔一年 一千多万欧元吗 那不是这样 大家说的计划 对吧 就像有人说 中国14亿人 找不出来 11个人踢球 别再说这话了 说这话就是球忙 说这个话就是球忙 还说拉11个死刑犯 上去绝对能赢 别说 说就是球忙 就特别不靠谱 就根本不了解 这个 这个 这个足球 对吧 所以大多数的人 是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 比如说他不知道 说一个球员 说体能和上不上场 有什么关系 他认为都是人 不都正常活着吗 都能走啊 也能踢两脚啊 怎么不能踢首发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踢首发的队员 和踢tip的队员 在体能这方面 要求是有差别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一个球员 经过了两个月的努力 他是可以恢复体能的 他是可以从踢15分钟 可能能两个月 不断不间断的努力 再加上努一努 能踢个六七十分钟 他不知道 他认为 今天能踢80分钟 那么三年前就能 就能够踢80分钟 那你我想问一句 那么 比方说五六年前的艾克森 是现在这样吗 不是 五六年前的规划球员 是这样吗 不是 三年前的吴磊 也不是现在这样 那么你为什么能接受这个呢 因为你觉得时间长了 是吧 时间一长 人可能会有大的变化 但你就不能够接受 你不知道两个月 对于一个球员 会可以做到什么 比方说有的球员 他骨折了 十字韧带断裂 休息了整整十个月 然后开始恢复 两个月以后上场了 那么你说你让他 恢复了之后 球场里一半跑 就让他上场 可能吗 不可能吧 是不是不可能 这事容易理解吧 因为他躺了十个月 对吧 在家后期康复 他没有体能支撑 他得缓 缓多少呢 缓两个月 凑一年 休息第二年 上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 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非常简单 你比方说 我那天晚上 我想煮一个羊蝎子 我们家火 我不知道怎么开 你奇怪吧 你认为这很傻吧 是吗 你说不是 你长这么大人 煤气灶 自动的怎么开 你不会开 你会嘲笑我 对不对 你会说我是火芒 对吗 会吗 会不会说 我或者 我是造王 不是造王爷啊 我是造王 为什么呢 不会开 煤气灶 完了 你会说我是造王吧 我承认 那就相当于 我在我眼里 那些连两个月 能改变体能的人 都不知道 那这些人 在我眼里是什么呢 求我 就这么简单 可是呢 我呢 至少我知道 我不会打开 我不会打这火 所以我去问 是吧 那天晚上 我在线问 这个看直播的人 我说 这个火怎么 这个火怎么拧 有人给我打字 说你摁下去 然后停一会儿 完了等一会儿 再一松 我问 我不止下问 我也没有说 我不知道这个事 我开始跟人聊 晚上打火 应该怎么打 你把它拿下去之后 完了之后呢 你闻一闻 闻一闻这个灶 看有没有煤气味 没有之后 完了你开始用手 一定要顺时针拧 逆时针不行 顺时针拧 拧完了拧 拧都没 拧不动的时候 你不行 你再往回拧 反正总而言之呢 你最后打 打完之后 你看 你最后找了 找没找 找了 好 傻不傻 傻不傻 对吧 一个和弦 你都不懂的 你跟人弹音乐 傻不傻 弹这个整个的曲目 这个曲子 这个曲子的整个的节奏 这个曲子所表达的情感 这个曲子 曲子的和声走向 这个曲子的配 配气 你跟人谈这个 并且还大言不散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么 你想想 那你说你为什么 愿意信范之一 你为什么愿意信 李伟峰说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你眼里 他们是专业 是不是 是不是专业 所以他们说的东西 如果说你除非说 说不到你心肝上 你骂一句 王欣欣 你说王欣欣跟李铁一伙的 李伟峰 说了之后 你认为这是 给李铁找理由 是跟他一伙的 所以你骂一句 你走了 你走了没事 你还是求王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都教你了 你不信呢 你不信 你认为这里边 是有阴谋的 你走哪都是阴谋 对吧 你的出生都是一个阴谋 是吗 你不能这么看世界 你还要相信专业 就中国足球再差 中国足球是一个专业 就是再差 他也是一个专业 你要说中国音乐 在世界上也没什么地位 有地位吗 有地位吗 没有地位 但是音乐也是个专业呀 你要想真搞专业音乐 那你是不是得去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呢 他也是个专业 你再差的水平 他也是一个专业 你说中国什么差 你说中国教育 可能是不如哪哪的 还是中国的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绿化 不如哪 中国的城市 城市管理 城市建设 不如哪 不如哪 但是他也是一个专业呀 他也不能说因为他水平差 他就不是一个专业了 电影也是 中国电影 在世界上有什么地位吗 没什么地位 但是拍电影 世人能拍出来吗 不见得 你可以评价电影好与不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专业 你很难评价他的 比方说他的节奏啊 比方说他的叙事的 这个这个故事情节呀 比如说你 比如说他这个镜头的运用啊 比如说演员的 这个具体的表演啊 这些东西都是专业 聊聊可以 但你大张旗鼓 往死里钻 并且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 你第一 你不知道你自己 不知道很多的基础的知识 第二 你也没有实践 对吧 这东西 媒体 球迷都可以聊 这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认为 你说的是对的 你认为你说的是专业的 这就是问题 不是说你说是问题 你说没有问题 你说的踢的好 踢的不好 你说的该下课 不该下课都可以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说太具体的东西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专业 你还是要听专业的 至于说 会不会专业的人也会犯错 那当然了 你是专业的学生 你做题都会做错 对吗 你上学的时候 你是不是专业的 你当然是专业的 从学生角度来讲 你是专业的 因为你每天都去上学 你每天都学知识 但能意味着你不犯错吗 你肯定会犯错 马虎啊 或者是没听懂啊 不了解啊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东西不是说 有一天 说你每一课都不及格 是吧 然后 然后 那怎么办 那就到高中 你考不上 就去别的学校就完了 是不是 现在你到了初三 你没有这个高考的能力 那可不就分流了吗 你就下课呗 就这个意思 知道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在中国呢 非常非常的 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尤其是这次 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一件事 就说呢 这个足球啊 成为了一个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 怎么说呢 就是特别深入的去探讨 这就错了 就大家一块喊口号 说离铁下课 没问题 说这个什么 五三二不对 没问题 或者这场球踢的好 或者踢的不好 这都没问题 对吧 但是你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从一个主教练 选择一个队员 能不能首发 就开始质疑 这就属于把专业 不当专业了 把专业当成阴谋了 这是这次最大的错误 这是这次最大的错误 其实我就说了 国足打得好与不好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是吧 那么你把国足主教练 至于一个球员 能不能作为首发队员上场 都把他认为是错的 说这里边有阴谋 这是不对的 那我告诉你 你这一开始就错了 因为你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一个球员的体能 是一个很容易 鉴别的一件事情 一个球员的体能 如果不足够打60分钟 他是不可能首发的 这都是专业 这是专业 而且是最基础的专业 但凡懂点运动 运动规律的 都知道这个事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他不懂 也不能怪他们 他们第一 没有人普及 第二呢 他们也没有自身的实践 他球都没踢过 他怎么能知道 体能跟首发的关系呢 对吧 另外一个 他也不了解 这项足球运动 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 说比赛当中 不是训练当中 穿一个可穿戴 对不对 完事之后 所有数据都出来了 你的高速跑 对吧 你的跑动距离 你的冲刺距离 你的冲刺次数 你的心率 对吧 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低速的 或者是站立的时间 这些所有这些东西 全都能够一目了然 你看我们小将 那都不是多么专业的设备 踢完一场比赛 一堆数据都能出来 你的战斗力都能出来 你最高时速 对吧 你的跑动距离 你的最快 你的快速跑的距离 你的带球的距离 你的触球次数 对吧 你的你的心率等等 那这些东西一出来 谁的体能好 谁的体能不好 一目了然 但是呢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的判断 认为这东西 就是我认为他能踢 他就能踢 那么你想 如果你这个基础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 你去评论这件事 你能评论对吗 你能评论对吗 就说你基础的和弦 和弦你都 你都不了解 你说你真正拿集的弹的时候 你能弹出来真正的音吗 你能弹出来 这么美妙的动听的音乐吗 成了是大黑嘴 一口蓝牙八字美 是是人不 是是红说八道八人黑 一脚林共赢了八一堆 牛逼吹得满天飞 成了是大黑嘴 人不人来嘛 鬼不鬼 是胡说八道八人黑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一口蓝牙八字美 是是是是 是是是造谣祸众 神有亏 是是是是是是是 没有底线吗 数百雷 对吧 你弹不出来 你能弹出来吗 你和弦你都不知道 你给我弹一个 来我集的给你 你给我弹出来 你弹不出来 但是你弹不出来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弹 你觉得我 你说我这个按错了 你不吹呢吗 我上按哪了 你告诉我按错了 你都不知道我按的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按错了呢 这什么呀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我按的什么呀 什么呀 这什么呀 你知道吗 这什么呀 你知道吗 这这这这这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这这怎么认 这这按的是什么 这这这这按的是什么 什么 知道吗 这这这这这这 你看你来啊 你来吗 你不来 为什么呢 那你说你告诉我摁错了 你能告诉我摁错了吗 我摁错哪了 你都不知道我摁的是什么 你告诉我摁错了 你看这里边有懂的 有懂的 这就属于已经过了第一阶段了 就是他知道点基础知识 或者他是行家里手 他就是这里边可能有 有我知道的 有我 有李伟峰 有王欣欣 有范志毅 不知道胡逼说的 那就可能乱七八糟 人多了 要有人说这也不对 这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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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谈不对 那么谈对 这个谈对 这个对了 这个不对 这个还行 这个一般 这差不多 这行 懂吗 对吧 对吧 卓尔之后 卓尔之后 此无他 没手术尔 对吧 就是基础 基础知识 其实是很简单的 你看我们 有很多的 其实也没有从事过专业 也没有实践的人 他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视频分析 这没有问题 但他至少是热爱足球 他至少踢过 他不踢过 他不可能做分析 你甭管是B站的 还是微博上的 你甭管是这个司马辰 还是这个贾天宁 还是这个足球带我奔跑 他们至少都踢过球 他们至少都踢过球 而且至少都琢磨这件事 他能学习 对吧 他有自学的能力 他能够知道足球比赛当中的 这种种种 但是你说他们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是那些 绝大多数球迷能做出来的吗 甭说做了 那理解都理解不了 理解都理解不了 但是为什么说 他们的东西 有人愿意听呢 因为人群当中 一定有人在第二阶段 就是他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愿意去听 去学 他在认知的层面上 去不断的去攀升 提升自己 但是有的人呢 是拒绝的 因为什么 你甭说这 我都懂 我什么都知道 其实他看不懂 他什么都不懂 对吧 就这一个最简单的和弦 都没人懂 但是听歌的人多不多 评论歌的人多不多 评论音乐 好坏的人多不多 多了去了 但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要是 非得跟一个音乐专业人士 来掰扯 这个和声应该是这个 这个和声走向 应该是这样 这点应该是 节奏是那样的 那不扯呢 不胡说八道呢 郭德纳说向上 专业吧 你说郭德纳说的东西 没什么 我都可以能照本宣科 我都能学下来 你是 郭德纳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再找一个人 你搭搭 鱼切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们俩说试试 你们去试试 曾经有一个说公式向上的 上台之后 说的什么了 他以为他找到了 向上的规律 但他这个实战 实际的表演 和向上之间 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还是高智商的人 就说高智商的人 高学历的人 也未见得 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但是普遍来讲 是低能力的人 更自信 你看在网上 一说话 特别厉害的人 就是觉得世界是我的 基本上都是 你打开首页 你去看看 全都是 不是说家徒四壁 就是整天 那么弄来自拍 从来没有有内容的东西 一看 就是特别low的人 但是他们特别自信 他们特别自信 他们认为 他说的就是对的 为什么 他无知者无畏啊 无知者无畏啊 徐亮 这被封了什么了 徐亮什么什么了 被封什么了 你看 你看我在这儿聊着半天吧 他们的重点不在我这儿 在哪儿呢 在徐亮 他不认为我说的东西 为什么呢 他不愿意接受 你说生活当中有些人 为什么最后一辈子 没有自我实现吗 他不愿意承认自己 他不愿意面对现实 说一面对现实啊 我会很很很很悲伤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哎呦 我又被人世界抛弃了 所以他就给自己虚幻一个 我什么都知道 我可以买世界 摇世界去去点评 徐亮被封了 怎么了 封了十分钟 别闹了 封十分钟没事 他为什么哭了呀 吐槽了 被足邪气哭了 我也弄不清楚 徐亮我觉得 是不是中年危机 提早到了 他怎么那么脆弱呢 有的时候 我有时候眼圈里打转 我说的是一个 为我这个 这个事业的梦想 理想系啊 徐亮怎么说说着就哭呢 怎么又哭了呢 不让他学习啊 老有人说 你为什么要拉黑人 我想 第一 我拉黑的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呢 就是他妈没事 老给我推荐的 我又不认识 我又不愿意听 我就给拉黑了 行吗 错了吗 我这一打开抖音 就有人就自动就出来了 我说这他妈谁呀 听两句 我就这不告普啊 我不认识 我就给拉黑了 行吗 有错吗 有错吗 这个事有错吗 没交情 不认识 有错吗 有错吗 没错吧 还有一个就飞得在我那 在我那个微博下留言的 我看着不顺眼 我给拉黑了 有错吗 有错吗 我问你 有什么错 有什么错呀 不是 这拉黑是走后门拉黑的 还是怎么着 花钱找人给拉黑的 我怎么这么纳闷的呢 我不愿意看 再大的味 我想拉黑 我也拉黑啊 杨幂我能给他拉黑 怎么不行啊 迪丽热巴 杨幂高圆圆 我都给拉黑了 怎么不行啊 怎么撒泼打滚啊 干嘛呀 我拉黑还错了 这都有病吗 你以为你谁呀 你没事 你抖音老往我这推荐 那那么多人还拉黑我了呢 我也没见过 撒泼打滚啊 纯蹭流量的 砸碎 让他滚蛋 好吗 赶紧的 我不认识他 明白了吗 我不认识他 野鸡没名 我不认识 知道吗 我拉黑的是正常 走的正常的手续 正常程序 这是我作为 抖音用户的 一个权利 知道吗 我见谁 我不愿意听他 我不愿意看他 我为什么不能拉黑啊 也没有交情 你说我现在 要把黄奕强拉黑了 那可以说的说的 我们没拉黑啊 没有啊 对吧 观点不同 没关系啊 但我不认识你 我这么拉黑 你怎么了 杨幂我认识啊 怎么不能认识啊 怎么了 认识怎么了 认识我也拉黑 因为没聊足球啊 我不愿意看 是吧 没事 撒泼打滚 还在这蹭流量呢 你蹭不了 你们蹭不了 我们94年开始 报道足球的时候 你们在哪呢 别闹了 好吗 别带我这 刀壁刀了啊 好吗 别带我这 刀壁刀 要赶紧出去 干点个别的去 我这聊正事呢 好吗 所以呢 我想是这样啊 就是 你对于国家队 他的成绩 你可以有你的认识 没问题 你对于 李铁的 执教的能力 高与低 你可以有你的认识 没问题 没问题 其实我最早发飙 我再强调一遍 我不是捍卫 李铁 我要捍卫 舆论 应该是公正 公平和专业 我最早说的话 我声色俱利 我也不是对 球盲说的 因为我知道 球盲 要想开化 得有一个过程 我是针对那些 揣着明白装糊涂 或者是活着活着 活不明白的 媒体人 意见领袖 在这样一个国族 还在前方打仗 历经了很多的艰难 对吧 这个时候正需要 大家去鼓励的时候 对吧 以自己的一种 一种一种眼光 然后呢 就开始指点江山 对吧 说的那些东西 又不靠谱 对吧 逻辑都站不准 是吧 说买来了就得用 格拉利时买来了 首发了吗 最近 当年舍武钦科 五千万欧元买了的 穆里尼奥用了吗 对吧 现在桑桥八千万买了的 有用吗 没用你还用他 有用吗 暂时没用 就只能不用吗 阿扎尔多少钱过来的 用吗 伊斯科都待了八年了 我刚知道啊 伊斯科在皇马待了八年了 用了吗 你说你不用呢 你留他八年干什么 这不 这什么逻辑啊 这叫没有逻辑 没有逻辑 你用不用他 跟他是男是女 不是 跟他是多少钱 跟他是不是规划 没有关系 对吧 你用不用他 是他当时那种状态 能不能用 当时不能够打首发 那么后来经过努力 打了首发 怎么不行吗 这怎么不行吗 那前阵的齐尔维尔上了吗 没上了 为什么现在上了呢 那你就问图哈尔啊 因为他最近可能训练好啊 他这个最近的这种状态好啊 斯特林好几场没上 昨天又 曼城又让他上了 这不很正常吗 对吧 吕迪格来 那个托尔来之前 吕迪格根本就没有人用他 对吧 托尔来了 吕迪格成主力了 这不太简单的事了吗 这是专业 因为每一个教练 眼睛里边有不同的技术战术 然后不同的对球员的衡量标准 对吧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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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跟你女朋友成了 你之前追的女的不也有没 看不上你的吗 那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你老婆看上你了呢 那不就是标准不同吗 对吧 那就是标准不同吗 因为你老婆瞎了嘛 是不是 所以都别着急 你听我说啊 我关于我这个人呢 你慢慢的去了解 你慢慢的去了解 我在中国互联网 我是中国第一个在在就是自媒体来针对公共事件来做视频节目的人 听懂了吗 可我说这话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 现在很多的抖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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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啊 自己录节目小小视频啊 录个段子是吧 录个歌 这东西那是在二零遥远的二零零六年 距离现在十五年前 中国第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做演播时 报道二零二零零六年世界杯的人 是我 自己去查去 那个时候连优酷都没有 更别说抖音了 不了解 好吗 我带队 我带队四年在国内全胜 就你们心目当中那些职业梯队 我都赢过 你别着急 你慢慢了解 行吗 我不蹭流量 我到现在为止 我一个多月都没 都没怎么卖东西了 为什么 我不指着这个 你明白吗 我给你看过银行里多少钱啊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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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牛逼呢 谁呀 哪呢 嗯 嘿嘿嘿 好吧 别闹了 行吗 你们也骂得差不多了 我操 这么长时间了 那么多人嘛 好吗 我不想 我不是说怕你们 我真不怕你们 我说句实在话 你啥都影响不了我 你只能让我越来越火 老有人过来看 哎呀这还没凉呢 问我 就留言说你还没凉呢 我说我浑身热我现在 我都要空调 还有人说你你的粉丝怎么还往上涨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我拉黑了三个诗 还往上涨 对吧 后来还有一天 昨天晚上跟我斗闷的 说那个我今年二十八岁了 你觉得我还能踢出来吗 我说能 能踢出屎来 完了他 哎呦 你回答还挺搞笑的 我就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不坏 但你们太容易 第一 就太容易觉得自己懂了 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另外一个呢 你们呢 有的时候就是 你得学 你得学习 真的 你得学习 你别觉得互联网上 好像跟你一样的人很多 不一定 真正有脑子的不愿意发言 知道吗 真正有脑子的不愿意留言评论 过去骂人家 你得多 你得 你得多无聊啊 才能跑人那去骂去 啊 真正谁干正经事的人 是吧 另外一个 你自己 你这样 你看着跟你一块去干一件事的人 你了解了解 你点开他手页看一眼 好不好 我教你一个方式 比如有一天你会发现 呦 周围的很多人跟我一样看法 这时候你就小心 然后你把这同样的看法人 你点开他手页看一看 你看一眼他的生活状态 你看一眼他的基本乐趣 你就知道了 哇 这太危险了 赶紧吧 赶紧冲出来吧 上岸吧 你自己看一眼 你现在就做一个实验 你看你把你把我在我这里面骂我的人 你都点开他 你看一眼他的手页 你看一眼他的手页 你自己都会觉得 哎呦 这种人都能骂董璐啊 这种人都能教董璐足球 你自己去琢磨琢磨 好吧 你自己去琢磨琢磨 好吧 你自己去看你 好吧 还有一些人呢 就这样 他有一些人呢 我知道 要面 中国人都要面嘛 什么意思呢 不愿意承认自己错 就很多人老是老说我 说我不愿意承认自己错 我告诉你 我要错了 我就会承认 昨天晚上 你说伊斯科四年 我错了 但是你要说 他得拿这个东西来说我 盯着我 或者是上纲上线 我不承认 因为我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个伊斯科 你在这 你要说四年 我还能理解 对吧 你要说四年 说到一份合同结束了 赶紧找别人去踢 哪怕去一个奥萨苏纳 哪怕去一个西班牙人 那都可以 对吧 你像比埃拉一样 踢个西医也行 你没事 你在黄马 你耗八年 我当时开了句玩笑 我说这 这仅次于徐欣 从马静回中国 当时梁湘雨乐乐 对吧 这我承认 我错了 但你要非逼着我说 我对规划的 球员的认知有错误 我告诉你 你打死我 我都不承认 因为这是什么呢 这是专业 我要在专业上 我都不如你 那你就应该带朱小将 赢四年呢 那不是我呀 应该是你呀 你说对不对 那那么专业的人里边 没有一个说 我说的不对的 你听了谁说 我说的不对呢 那不都是媒体的吗 和这些自媒体吗 蹭流量的那些吗 成黑嘴吗 就这类似于 成黑嘴这种 还有一些 斯蒂白莲 撒不得打滚 非得蹭流量的人 还有那些 就本身就是营销号 他一看 他一分析流量密码 现在骂懂路 有流量 就开始了 你以为他们真的 对我有多恨吗 没有 他们真正他是爱 他爱什么呢 爱流量 他不是恨我 他恨我干嘛呀 对不对 他本身也不爱足球 他也跟足球相关也没有 他也不至于 羡慕嫉妒恨我 他是因为骂我有流量 他才干这个事 老有人说 你有你解说 我就切换平台 我说你他妈别逗了 你说话别这样 你转不转平台 是因为他免不免费 你是因为 你是因为讨厌我 你换的名平台吗 不是 你不是 我这免费 你还得来 对吧 就你这样的认知 你能挣着钱 开会员吗 就你这样的 这个这个格局 你有会员 你都 你钱你都 你都会留着 你也不会 你也不可能开会员 你说是不是 咱大家都实在一点 对吧 你就现在 我就教你一招 你凡是在抖音上骂人的 微博我不知道啊 凡是在抖音上骂人的 你就点个手页 你看看 你就看看 就那些拍的一些作品 你去看看 就那个趣味 就那个水平 就那个灯光 就那个镜头 那个感觉 就那个内容 最逗 就女的 好几个女的 过来骂我 对吧 我一过去 这全这个 全这个 手页上全这个 就这个 可以骂我 你说 是不是虎落平阳 你说 是不是虎落平阳 你说 就这个女的 就这个 跟我聊足球 你说他妈 你说 跟我聊个cosplay 我还能跟你对对 对不对 你说就这个 全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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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聊 说我不懂 骂过来 你说可怕不可怕 可怕不可怕 这就好比说 这个谁 这成黑嘴 过来跟我讲 说关于普通话的事 你说他说话 跟含个热茄子似的 不加手势 不百度 不看电脑 就说不出这话的人 过来还就教育我来 你不扯呢吗 你说是不是 人不是说不能谦虚 人可以谦虚 我本来 其实我是个 很低调的人 但是为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 我 我就是义愤填膺啊 因为我觉得 他们在侮辱这个行业 他们在侮辱着 这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他们真正的在侮辱着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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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的这个行业 他们在侮辱着这个专业 所以我才 跳起来的 有些人 不敢说 我不怕 我怕什么呀 我 我最不怕就是 我 我不是蹭流量 因为 我就是流量 你知道吗 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吗 因为我就是流量 我只不过就是没有 在抖音上 我没有迎合大众 我要整天窝乱喊的 搞点怪的 就那些恶趣味 那些烂梗的 我也不至于一百多万粉丝 知道吗 微博上 我一百一千九百万 为什么 正儿井井玩 正儿井井输出内容 对不对 什么是真正正井的 微家会员一万五千人 自己去打听打听听 抖音什么最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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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抖音上什么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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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Near 这画面不够大 你明白吗 这他们看不太清楚 而且他也不知道这战术 但是你要找一个花式足球的 跟这儿哗哗给你绕两下 是把扔个啤酒瓶子哗哗弄的 玩点杂耍 对吧 跟几个出来玩点小烂梗 这家伙点赞多了 多了去了 你说对不对 不我是我不迎合这些 我知道吗 我没有用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我告诉你们 我这卖点什么东西 你买点拉面 你买点什么 这个羊蝎子呢 你说是不是 我跟你玩的烂梗干嘛 什么刘建宏也在做消音器 什么意思 什么消音器啊 什么枪上的呀 消音器啊 无形无声手枪啊 还什么呀 我跟绝大多数 我跟专业的比不了 我实话说 我比不了 但是你要说专专业的咱看聊什么 你要说聊带队经验 那大多99的专业的 他没我带队经验丰富 这是实话 对吧 它是实话呀 99.99%的人 他带队没我经验丰富 因为我打的比赛 打的多呀 这是事实 但你要说 咱们看训练也怎么安排 或者是做个示范什么的 那你呢 那人专业就是专业 对吧 还有一点就说 我跟这个 这些媒体的人 就所谓的 现在过来跟我这那个的人 我跟他最大的区别 就是什么呢 我呀 晚上看球 晚上评论 第二天带队训练了 带队训练了 今天下午 跟荷兰的清训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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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士 两个小时的视频连线 再去向对方 请教关于 朱小将的 比赛的录像的分析 他给我们的一些意见建议 我在做这些事 我在做这些事 对吗 你说这些事 不代表着你对国家队的评论 就对的 那是 是不代表 但是一定要靠谱一点吧 一定要靠谱一点吧 对吧 你说最后 我最早说 洛国富的体能 塔拉瓦罗应征 对吗 我最早说 我们要考虑 这支国家队 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他所遭遇的困难 一二三 李伟峰呼应了吧 没有热身赛 两年没有热身赛 这个没有主场 48天的这种 长期的海外集训 你看看 谁反对我 谁在支持我 谁不是支持 就是谁在印证 谁在印证 这件事 如果要是几个车友说 那你就甭听 那不一定对 那我说的东西 卡达瓦罗说洛国富 体能没有体能 你们非说他有 我说这三点 没有主场 两年没有热身赛 长期集训 对这个队的影响非常大 你们不信 你们认为这早见到 李伟峰说了 那还怎么着呢 那你说还怎么着呢 就你们说 这个洛国富使用的不对 就连反对李铁的赵振徐江 人家都说了 使用规划没问题 你看看 这不乱了吗 是不乱了 你说到底是 我是为什么被骂的 我不因为规划被骂的吗 李铁是为什么被骂的 不因为没有使规划吗 那现在让李铁下课的人都说 没问题 他只是他的问题在于 发布会说话说的不对 或者是成绩不好 他是这两个原因 可是在我理解 我知道我是为什么被骂的 不就是因为我转述了一个 一个教练说的 洛国富就不应该带 就这句话被骂了 对吧 然后再有一个呢 我说规划没有体能 当时不能够守发 谁说守发谁求忙 现在我说这句话有错吗 你现在仔细琢磨了吗 有错吗 有错吗 因为球忙都不知道 这个队员没有体能 他打不了守发 那我说这个有错吗 我当时说的不是针对这些球忙 我是针对的有些记者 我说你为什么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说这个人呢 就说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when I was young 我也是 我经常会排阵容 国家队81年冲击世界杯 85年冲击世界杯 我特别关心阵容 到底是上王贵良 还是上赵达玉 对吧 到底是上李华军 还是上古广明 我经常会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说 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对吧 我不知道自己在足球上 我不知道 我以为我是全懂文工团的 明白了吗 我当时也是这样 我15岁 我也会排阵容 我说你这为什么 不用左助生呢 为什么非得用过名呢 你这个这中场 绝对应该是赵达玉啊 你弄一王贵良干人吗呀 什么情况 干啥呀 有阴谋啊 是吧 没给你送礼是吧 这绝对是阴谋 你故意打压广东球员 但是当我 逐渐逐渐学会了思考 当我在这一个行业里面 逐渐逐渐真正投入了 经历和情感 尤其是当我 连续四年 四五年的时间 投入清训 训练 带队 跟队员交流 12次出国 100场国际比赛 国内百场 同龄比赛 正式比赛 全胜 我就知道了 我已经找到了 他的一些规律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 我还真接近第四阶段 第三阶段 叫知道自己知道 就是我知道 我自己知道这件事 就像我为什么这次 全网骂我 我仍然傲然毅力 我不是脸皮厚 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 我要脸皮不薄 我不能拉黑三个尸 对吗 我要脸皮真厚 我不可能说你骂就骂吧 我不是 因为有些人骂太难听 有的人确实是 装孙子 我就给他拉黑了 我拉黑了三个尸的人 在微博上 现在还躺着 一万五千人 被我拉黑的 因为十多年了 我是要面的人 但是我为什么如此骄傲的 我还敢跟着抖音 为什么 我说 我说你怎么 为什么你不敢在抖音 抖音上开吗 我自始至终 也没怎么在抖音上开 说正事 我说正事都在微家 这所有的微家会员 都可以证实 现在来微家会员 来打一波 我是不是 几乎一个礼拜 至少得有五天 在微家会员上 对吗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证实 你看 那这些人 就证明着我没有说假话 我不是不敢在抖音上开 而是我 首先要确保着 我那边 因为我那边是收费的 知道吗 我那边我不收费 我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我得提供内容 我还得让他们满意 对吧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因为还有一点 就是为什么说 这些人骂我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怎么着呢 第一 我觉得 我一看这些骂我的大多数人 我一点开手艳 我抽查一下 我一看就这 这玩意儿 就这些玩意儿 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就算了 这些人就算了 是吧 这些人就算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的 我们就是 我逐步逐步的就会印证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是基础的知识 它不是多么高深的 它是一个基础的 就你如果你是了解这个足球运动 你就会知道 一个教练 准备一场比赛 技战术 心理 然后体能 各方面都会准备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预案 看对方的录像 决定本方的这个阵型 打法 然后有几套方案 A方案 B方案 定位球怎么防守 定位球怎么进攻 对吧 重点球员怎么盯防 这些东西都要做一套 然后就最主要 就是一个首发阵容的选择 为什么有很多的 这个欧洲联赛的 赛前一天发布会 人家说明天马夏尔会不会上 或者明天瓦拉内会不会上 教练都会说 我们要看一看 最后一堂课的训练的结果 效果 对吧 就是我们要 就是通过最后一次训练 我们来去决定这件事情 对吧 这是很多教练的表达吧 为什么呢 他得去确认这个人 能打还是不能打 他得确认他 比如说伤刚好了 或者刚恢复训练一段时间 比如阿奎罗少好了 那明天比赛呢 明天比赛我会让他替补上场 很多教练都是这样 这就说明什么呢 一个球员的身体状况 他决定着他的竞技状态 他身体不行 他这技术就难以发挥 很简单 对吧 他的身体状况会决定他的比赛的表现 你身体都不行 你怎么去踢呢 怎么上去去表现你的技术呢 体能是技术术的